来自香港的20多位市长朋友与志工 到台湾进行5月6日至15日 10天9夜的单车环岛挑战 而台湾本地的展翼市长协力车队 也在第一天有约30多位的市长朋友与志工 由关户出发陪骑到巴黎 持续增进两地市长朋友与志工的情谊 我们今天很开心 因为有香港的伙伴过来骑环岛 那我们展翼呢我们借他们几部的协力车 也一起陪骑他们一小段路程 希望呢以后我们还有机会 不管是港人来台或者是我们台湾到香港去骑车 我们都能够建立起两个地区很好的关系 那我们之前是因为他们要来台湾骑车 那有事这样子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单位 那所以跟我们要租用协力车 我们说没关系你来台湾我们很开心 我们免费免费就借给你来用 那所以我们就这样建立起友谊 那之后呢我们也到香港去回访 所以今天他们来台湾我们很开心 我们希望有机会我们也能够带队到香港 和他们再一次交流 那他们就是大概日期几天多少人呢大概 大概他们是昨天来到台湾 昨天是5月5号 那会停留到5月16号 那我们在5月15号的晚上会请他们用餐 大概多少人知道吗 大概差不多20来个 我不知道很清楚 对对对 我们展翼这一次出了差不多40几位 对对 有差不多20部的协力车 那我们 我们会陪骑到巴黎 我们从芝山 骑到巴黎和他们一起到关渡 然后从关渡陪他们到 骑到巴黎 对 希望这一次的香港的朋友来这边 能够骑成的顺利 而且能够圆满 我们到芝山代表 是埔林 有埔林代表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感谢 阿伯新北报导 这是人家 谢谢